好饿啊 妈,妈你在吗 妈,你女儿要饿S了 妈,你在厨房吗 哦,我想起来了她二老去旅游了 放假了都不知道干嘛了 陪伴您的保姆 这是什么东东 两个小姐姐一男,男保姆 那我就要你了提示 好奇心害死女主 我去这么快的吗 这是我见过最快的快递 我一定要给你打个五星好评 我来了,我来了 人呢,人呢,你在哪 不是吧,怎么这么小啊 这么高科技了吗 难道我的保姆还是个机器人 放下来看看 主人您好,我是您的男保姆 你好你好,你好你会做什么 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不是吧,一个机器人居然比我同桌还高了 这样看好像有点像我的同桌 一定是我想多了他只是个机器人 我饿了,你去帮我做饭吧 好的 我去居然会瞬移 主人请您去桌前等待 比我妈妈还等我 啊 你怎么了 抱歉主人,我烫到了自己的手 哇,走吧,去我房间里有窗可贴 小声嘀咕,等等他 他不是机器人吗 怎么会痛,真奇怪 那个你知道什么是情感吗 知道 那个什么我要去找我闺蜜了 不,我就先走了 对了,如果我很久都没回来你就别来找我了 主人你听我说 好啊,太可怕了 我就说为什么当初只要0.1米就可以买到 闺蜜在哪,闺蜜在吗 你的吉美要被吓死了 不在厨房难道在 厕所里的马桶 我在这,我在卧室里 呼呼呼呼 你少来,我听见你刚刚说什么了 我跟你说机器人懂情感你信吗 你怕不是傻了吧 机器人懂情感,谁信啊 走陪我去吃甜点吧 好,好吧 鬼你要信我这是真的 好,好家伙,你看看你背后 怎么了吗 我去不是要让你在家里等着吗 小冉,我知道这样骗你不好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说我是个机器人 我之前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可你现在却忘了我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以前和你认识吗 果然都是他害的 我归 哥,看来你当时没喝啊摸大少爷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归你跟我解释一下好吗 小冉,你还是先回去吧 白日方长慢慢了解 好男生 哎,妈,妈,你不是去玩了吗 提前回来了女儿啊 你终于开窍了后面那位是 那个,他他是 阿姨,我看他能喝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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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你羞爱死了 永远江汉观众,支持一下吧 夏季更精彩 等等,我这是跑到了哪里 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我上楼 把我拿件衣服上来 你家在几楼 二楼,你进去之后直走 然后再往左边走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门进去就可以了 奇怪,明明这么近 为什么还要我去 算了,不想那么多了 不就是拿个衣服吗 应该就是这了 拿完还是快走比较好 啊,你也是 退不住了 只有这样,我才能拿到很多的钱 啊,怎么办怎么办 我真的搞不懂我哪有那么执你 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 你不用喊了,小姑娘马上就会有人来救你了 但是,如果她不来抱歉了,我只能把你卖了 你到底是谁啊,我跟你无冤无仇 我是谁 不重要小姑娘,我提醒你最好要注意你身边的人 好了,你该问的,别问了就闭嘴吧 阿姨,快看 你不用问我是谁 你只要知道,她在我手里想救她 在两点之前拿一百百W来不忍 我可不能保证你能不能见到她 我的小冉 阿姨,你放心,我提救小冉 很准时啊,看来她对你很重要 你怎么来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容易被骗,还要我来救你 你你你你你你 别啰嗦,快点两百万W在哪 在楼下一棵树下 不愧是大少爷,就是直闯不过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骗我,她可就危险了 哦,那我也告诉你,你要是敢动她,你完了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米来救我,我和你认识不到 就只有三天,你这样不值得 你你值得 别别过来 小冉,你醒啦 妈妈可担心你了 妈那个人呢,我有问题,想找她问问 她,她在花店想买花给你呢 哦,谢谢妈 我一定要找她问清楚我之前怎么了 小冉你来了,来看看你最喜欢的小厨局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小厨局说我之前到底怎么了 对不起小冉,你要我说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个不行 为什么 对不起 你看着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对不起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除了说对不起还会说什么 我走了,不要来找我,我也不想理你 小冉 小冉,你听我说,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是怕你伤心难过 我都理解,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嗯 跟你在一起,我真开心啊 小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谢谢了 阿姨有看见刚刚那个男的吗 她去那边的花园了 好的,谢谢 还是跟她道歉吧,我刚刚的话好像太过分了 说不定她有什么苦衷 归 小冉,你是,小冉,小冉,你听我说 你闭嘴,你都看见了,我们来说说吧 归卧布小冉,我看错你了 我那么对你好,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是很讨厌她吗,那就给我咯 我问你,你觉得我讨厌你吗 爱情当你说过的都是假的 我分不清对错 当天空都亮了,从挂起了风 当你不在的无意的人在 太不要脸了,呜呜,我拿上这个 我看见她,我就揍她哦 不想了,去吃点东西吧 你好,请问您要些什么伞伞 就红伞伞吧 好的,起烧的 嗯,那个死默契等等 我怎么知道她名字了 头头好晕 呜呜,红伞伞,谢谢 你你你,说曹操,曹操就知道你怎么在这 你快滚,我见你一次 我就想打你一次 你有逼吧,我和你认识吗 我哪得罪你了 还跟我装你,别以为换了个声音 再装个失忆,我就不认识你了 懒得和你说话,不如远不散散不要了 我也不要了,下次来 你别跑看,我不打死你 SJB 追了一圈后 除了那个人了,我干嘛了我 D,你来了 哥,你怎么了 我看你很生气的样子 还不是今天遇见一个女生 我都不认识她,她一看见我,就骂 我怀疑她脑子有坑 难道是小冉 现在估计也只有她会做出这样的事了吧 说我去贴个保姆单 你不是要找人,帮你打扫房间吗 嗯,我先上去了 气死我了 好无聊哦,那个是什么 招房母的 我看看一个月四千米了 不错不错 地址132栋第三楼 这不是我家隔壁吗 我要了 反正这一天天放假了 也没事做 现在就去看看 等等,这不是我同桌的家吗 我是来应训的 把鞋换上 这不是我之前穿的鞋吗 这还真是我同桌家啊 怎么是女墨 什么样子 我同意你留下来 但是你要在我回来之前 弄完所有的卫生 要是没有你就走 听见没有 你现在随便熟悉熟悉 哦,切 这我在熟悉不过了 奇怪我的房间怎么一点都没改变 还是保持着我当时住在这的样子 其他一点都没没有变 就只是这多了一个厕所 可以了吧 那我走了 快快滚 你刚刚说什么 没有没有 请您慢走 啊哈哈 终于走了去唱会电视 我才不帮你打扫卫生走了 就不要回来了 我最喜欢的小厨局 你挡着我看电视了 只能把你陷移到别的地方 开始了开始了 我的狗狗腿做过手术 为了让它舒服点 我就想飞机托运吧 麻烦你们一定一定要照顾好它啊 哎呦,好可爱的狗狗啊 明明你就放心吧 我的宠物托运很专业的 交给我们了 这一条狗而已 你叫气 赶紧进去 看车的收费 用卡车运 真是比好买卖哦 好嘎 我最喜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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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湿就在脖子里面 我给你六千块钱 让我再给你买条稿 六千块 六千块 你得让新人回到我的身边吗 他可是我的病了 怎么这样 你在干嘛 卫生弄完了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刷新不好 别扔我 你真的和他太像了 去做吃的吧 我饿了 哦 好了好了 快吃吧 吃完我要去一个地方 怎么会做的 你一样 我有事先走了 等等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谁啊 我真是服了 你是真诗意 还是假诗意啊 哥 我回来了 嗯 这声音 你俩是双胞胎 小冉 我是小冉 那个喜欢小时局的小冉 小冉 我知道你是一辆 不记得我了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 你说说什么 别别过来 我的爱 她爱就没死产 我的爱 上面是强我不行 你的恋不住的恋爱 太太坏了这 小冉 小冉 你怎么在这 我是来给你道歉送解药的 你只要喝下就可以了 之前是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对不起 真的吗 真的 小冉 别喝她骗你的 莫 我我已经怎么头晕晕的 小冉 小冉 你不应该永远待在虚拟的世界里 小冉 哪怕你不接受她离开的事实 我等你醒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男保姆 以大结局 你们可投稿下个剧拍什么 最后再点个